五十岁后有这四个特征,预示你会长寿,起始站到一个都很不错,老王,老张和老长三人是一个长的同事,从单位退休后三人经常约着下棋,可前几天原本身体很硬朗的老长突然去世,让老张和老王感慨万分,明明看着身体不错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没了? 咱们也老了,没准而哪天就,老张不由的心生感慨,不用想那么多,人迟早都有那一天,心态好点,照顾好自己更重要,老王安慰道,虽然每个人都想长寿,但上了年纪的人不得不服老,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人确实会面临断牙式的衰老,一定要做好疾病的预防,一,男性在两个年龄会断牙式衰老,警惕并找人, 每个人能抵抗衰老,而且衰老不是匀速发生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南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斌表示,男性在这两个时间点会面临断牙式的衰老,25岁,青春活力锐减,渐显疲态,男性进入社会后,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加,饮食不规律,经常熬夜,运动变少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慢慢的健康状况会下降,整个人都尽显疲态,40岁,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肾虚,40岁后,男性雄激素水平下降,会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皮肤松弛,脂肪增加,进取心减退等等表现, 而且,男性40岁开始慢慢肾虚,更容易被衰老盯上 过了50岁之后,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身体也会慢慢被多种疾病盯上 50岁之后,病找人,很容易被心血管疾病,癌症,骨质疏松,三高,少肌症,大脑衰退等一些疾病盯上 据国家癌症中心杂志上发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新增406.4万癌症患者,有241.35万人死于癌症,平均每天新增癌症患者1万多人, 而且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50到54岁,60到64岁的年龄段癌症患者最多 另外,50岁以上的人很容易被心血管疾病盯上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压力大,经常熬夜,过度劳累,很容易被心血管疾病盯上 不过,有些人确实属于长寿体质,这些人或许有些共同特点 2.50岁后,如果还有四个表现,或属长寿体质 西安交大医护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介绍 上了年纪的人如果平常有这些表现,那可能属于长寿体质 腿脚灵活,上了年纪的人如果腿脚灵活 那多数代表这个人肌肉和关节比较健康 而且经常活动走路能促进代谢,增强抵抗力,不易被疾病盯上 睡眠好,很多人上了年纪后,睡眠质量变差,会变得较少,白天精神变差 但如果上了年纪后睡眠好的话,那多半更为长寿 胃口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消化代谢能力会下降 肠胃功能也会变差,如果上了年纪胃口依然很好的话,那意味着肠胃功能健康 肺活量好,走路时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意味着呼吸系统相对健康,肺活量好 三,中老年人想长寿,尽早养成六个严寿习惯 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保持多运动,饮食多样性,不吸烟这三种健康生活方式 那活到一百岁的几率会增加61% 专家指出,想要长寿,平常要养成以下几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一,保持身材匀称,上海市地食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主任提醒 肥胖会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尤其要警惕负行肥胖 负行肥胖的人要注意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经常熬夜等 二,学会疏解压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朱卓洪介绍 人在压力状态下,可能会有胃胀、胃痛等症状 还可能会引发12指肠溃疡、胃溃疡等疾病 长期压力影响下,身体还会有层叠炎症反应 甚至被抑郁症、肋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盯上 三,保证睡眠充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志刚提醒 熬夜会影响身体各个系统加速器官的老化 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因此平常要保证睡眠充足 四,少喝酒或不喝酒 此前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男性严久会增加肝癌 食管癌、高血压、糖尿病等61种疾病的发生风险 因此尽量要不喝酒或少喝酒 还要避免空腹喝酒 尤其是肝不好的更不要喝酒 五,拥有良好的心态 发表在衰老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抑郁、孤独、恐惧等负面情绪会加速衰老 因此要养成良好的心态 六,多去社交 不爱社交的人 社会融入度低 不利于心理健康 建议多参与社交活动 几乎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 人的衰老其实并不是元素发生的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在某些年龄段都会面临断牙式的衰老 想要长寿 平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尽量延缓衰老的来临 四,医生建议 想要长寿的人 五种食物不妨多吃一点 一,鸡蛋 平时应该选择合适的食物来补益身体 提高免疫功能之后降低疾病的患病率 想要延长寿命的人 平时可以适当进食鸡蛋 鸡蛋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 其营养含量丰富 对于想要补益身体 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人来说 鸡蛋是最合适的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 微量元素等 这些营养元素十分全面 进食之后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 对健康有促进效果 二,核桃 想要长寿的人 平时应该适当进食核桃 核桃是常见的坚果 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维生素 氨基酸等 这些营养物质获取充足 能够达到调养身体 提高免疫功能的功效 另外 核桃中含有的营养物质 还能够促进大脑发育 对大脑功能提高有帮助 因此 想要维持身体健康的人 可以适当多吃核桃 三,苹果 想要达到长寿的目的 可以适当多吃苹果 苹果是健康的水果之一 里面含有的营养物质 也是比较全面的 想要补益身体的情况下 适当进食苹果 就可以达到目的 苹果里面的维生素C 氨基酸 矿物质含量都比较丰富 进食之后 可以达到补益身体 提高免疫功能的功效 免疫功能增强之后 可以防止疾病出现 也对寿命延长有利 四,鱼肉 想要更加长寿的人 应该选择合适的水果食物 来补充营养 常见的鱼肉 就适合经常进食 鱼肉不仅鲜美 而且含有的蛋白质比较丰富 蛋白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缺乏蛋白质就容易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如果可以适当进食清淡的鱼肉 恰好可以补充里面的营养物质 同时还能获取对大脑功能有提高作用的DHA 这样身体保养得当 自然可以变得长寿 五,黄豆 为了促进长寿 平时应该挑选合适的食物来补充营养 想要维持健康状态的人 平时可以适当进食黄豆 黄豆也是常见的一种豆类食物 女性适当进食黄豆能够补充里面的植物雌激素 对身体调养有利 还可以增强子宫、卵巢功能 平时适当吃黄豆能获取里面优质的植物蛋白 另外,常见的维生素、矿物质都可以从黄豆中获取 因此,想要长寿的人可以适当吃黄豆